小心天氣熱氣溫升高 日本腦炎的病毒開始蠢蠢欲動 根據機關書統計 每年5到10月是日本腦炎的高峰期 往年平均約20例 但今年到8月15號為止 已經累計通報16例 所以溫度越高 有可能這個病棉溫菌越多 那病毒它透過這個叮咬這個株枝 傳播日本腦炎病毒 給人類的機會就增加 日本腦炎透過三般加吻傳播 初期的症狀很像感冒 容易被誤診 一旦病毒侵入了腦脊髓及腦膜 致死率高達30% 甚至可能留下後遺症 比如說肢體無力 智能下降 抽筋 也慶哭日本腦炎的威力 儘管目前國內的孩童 在國小入學前 都有公費施打日本腦炎疫苗 但從近20年的病例來看 高達9成病例都是大人 有可能這個疫苗施打之後呢 它的抗體會隨著年齡增加 逐漸遞減 所以成年人會處在一定的 這個感染這個病毒的風險之下 原來是傳統疫苗的保護力 會隨時間下降 平均接種後兩年 保護力下降55%到80% 新型的日本腦炎疫苗 推估至少可以維持5到10年的保護力 醫師提醒除了注射疫苗 還是要做好防溫措施 有電TV限於新章一華台北報導 你要終身的海 zeggen 也會有些投資 解除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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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解除了